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1年5月6日 周四晚上的7点50分 今天咱们的节目 首先还是来看大盘 回答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就是今天由于这个市场是一个低开高走 那么市场是不是已经止跌了呢 如果没有止跌后面还要下跌 你应该怎么去考虑 一些优质的股票怎么去买 这个思路应该怎么去想 然后今天我看了一家公司的财报 这家公司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行业 心里边有点痒 对于这只股票和大家来讲一讲 关于它的一些点位和未来的一个思考 同时还有就是关于几只 其他的财报也是热门股票 像什么SQ BNYD 这种都是在今天是披露了财报 包括还有大家关心的像FSLY等等 他们的一些点位的问题 今天跟大家一起再简单的去讲解一下 好 首先我在讲今天的大盘之前 首先跟大家讲一条消息 就是关于基本面的货币政策方面的 咱们之前说过加拿大央行是在发达经济体里边 第一个去缩减QE 缩点购债规模的国家 那么现在第二个有可能是谁呢 第二个有可能是英国 英国由于在今天是公布了新的利率声明 目前的表态都是属于利率不变 还是0.1% 然后维持企业购买规模 就是总规模200亿不变 资产购买规模8750亿不变 都是不变 现在都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但是通过这一次的利率决议 包括后面的相关的一些 议席会议的一些记录 咱们看到 其实现在英国的央行这边已经有计划 可能会去减缓资产购买的步伐 就是总额 就是在总额上 可能到了年底之后 他们有可能会进行缩减 因为现在的整个的规模是8750加一个200 到年底把它买完以后 就基本上他们下一步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了 所以预期大家要知道 第二个有可能会去进行缩减QE的 可能会发生在英国 而且时间点有可能是在今年的年底 所以咱们要密切关注一下 在8月份英国的央行的一些决议 看他们对于整体的购债计划 在未来一个长期布局上 是不是已经提前做了一个准备 这是咱们说提前几个月 咱们心里要知道的一件事情 下一步要看英国央行 OK 简单的把这个跟大家讲完之后 咱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的一个整体的表现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 今天的市场是一个很明显的低开高走 很多的股票你会从指数吧 就看纳指100很明显低开高走 标普这边也是低开高走的一个过程 那么特别是在纳指100 就是大的科技股这边 我们看到今天实际上最低的位置 是比在周二的下跌的低点 还要高出那么一点点的 通常这种走势还是算是比较健康的 就是从阶段性的行情的企稳来讲 是比较有帮助的 另外再加上今天的标普 实际上是已经吃掉了在过去两天的跌幅 报纸这边也是创下了一个新高 所以从指数的大指数层面上来讲 有阶段性企稳的态势 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想 市场是不是不跌了 市场是不是还没有到达圈圈的位置 怎么就不下去了呢 这里边就会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怎么去思考关于 我画的这两个圈圈 以及你怎么样去买你想买的股票 结合手里的持仓的一个问题 你比方说我个人的持仓状况 现在是这么六只股票 六只股票全部有过减仓 那么减仓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持仓成本 对吧 希望它能够回调一些 而且回调的差距 就是说差价比较多了以后 我再部分的去买回它 这样的话对于和我上一次的 整体的建仓成本相比 它会有效的得到一个控制 会下降一些 所以我是以这种方式 在已经减了仓 在等它的第二个位置 就是等它的 我们说它下方的两个圈圈的位置 就是第二个 为什么我会去等呢 因为第一个圈圈对我来讲 它的差价并不是特别的大 就是我在我减仓的地方 和这个第二个圈圈 现在市场运行的价格区间 大多数股票来讲 它其实差价没有什么出来 所以我减 既然在这个位置已经减过仓 那么我肯定就要等 尽量去等 接近于下方第二个圈的位置 再去布局 这样的话对我的持仓比较有利 但是从你个人来讲 如果比方说你之前 你就没有持仓 你是个空仓状态 或者你压根你的持仓 成本非常的低 在某只股票上 你没有一些底仓在里边 那么你在这两个圈圈的位置 咱们讲过 这个回撤 第一个回撤的位置 是它合理位置 第二个是极限合理的位置 那么至于它会在哪止跌 它是在这个圈圈到这个圈圈 都是有可能的 就是任意的点位 它都可以止跌 都可以止跌以后 然后进行一个横向发展 发展完了以后 去上货上方的缺口 然后再次形成上行 所以你并不能够准确的知道 它是不是一定 100%要去到第二个圈圈 因为我等第二个圈 是因为想尽量把我的成本做低 因为我有持仓有底仓 它即便在中间就止跌了 没有到第二个圈圈就上涨了 也并不影响我底仓的获利 对不对 它整体是上行的 只是说我可能赚的少一点 仓位比之前少了一些 但是我可以在别的股票上 同样仓位加上去 总仓位没有变的情况下 我依旧还可以保持一个账户的 整体的一个增长 这是一个思考的方向 打个比方 拿个股来做比方你就知道了 比方说苹果 苹果经过了这轮下跌之后 你比如说我是132减的仓对不对 我132减的仓 你说让我今天我要把它加回去 129 中间有差价吗 中间就两块钱的差价 两块多一点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差价 这么小的一个差价对我来讲 我操作的意义不大 所以我才愿意去等什么呢 等它下方更低的位置 那么从你的角度来讲 如果你压根就没有持有苹果 你压根你就没有在苹果上有底仓的 你的考量是什么呢 由于它的支撑是在120到129这个位置 实际上你在接近125 就是一个中间值的位置 你就可以去布局了 首先苹果的财报好不好 可以不错对不对 苹果现在是不是低于估值的 是的 这个价格对你来讲都是合适的 你没有底仓你就不一定要等到最低的买点所谓 因为谁知道最低点在哪呢 谁又知道最高点在哪呢 没人知道 我们只能知道一个大概的范围 具体它是哪个点位哪个时间止跌 被买盘跟买起来不可能知道的 所以你的思考方式就应该是 比方说你看第一次 我们说在周二的时候掉到了126块钱的位置 你完全可以什么呢 你就从现在开始都可以做准备 125附近就可以开始挂单了 你就可以开始尝试去买一些苹果 建一些底仓了 如果它能继续下跌 去到121附近 那你还可以去买一些对吧 你以这种方式分批去买 分批去布局它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你就不用死等 一定要等到最后完全那个价格 到了第二个圈圈 比如纳指到第二个圈圈你才去下手 那个有可能会让你现在没有仓位的情况下 可能会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 踏空对吧 但实际上踏空本来是 我们不应该思考踏空的问题 只是说我们不清楚 低点和止跌的具体位置一定在哪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 所以你在实操过程中 一定要记住 对于好的股票 业绩优良的股票 你在这些地方区间的买卖 中间差个什么一块两块的问题不大 问题根本就不大 你不像我 我是原来123建的仓 上面132卖的 我是希望能够尽量接近123的位置 然后我再去买回来 这样的话我的差价能做得出来 我就相对来讲会比较划算一些 所以思考方式不同 你在实操过程中要灵活的处理 你不可能100%的复制我的点位去操作 除非你100%的之前跟着我的 加减仓的点位一模一样 那你可以 但是如果你有自己的操作体系 你要知道这个趋势是怎么发生的 就是怎么样去思考它才是一个合理的 好吧 所以这一块我跟大家讲的清楚 大家就知道了 所以你看指数 你不管它是不是止跌了 你看好的股票 在这两个圈圈之间 到了这个位置 你可以分批的去买 只要你把仓位稍微控一控就好了 优质股票 买优质股票 不是买成长股 买优质股票 我说的是 所以你只要去注意这个就行了 这个区间之内都是可以的 不一定死等 所以这是对于市场 你不用管它现在有没有完全止跌 你不用管它 现在是不是马上又要开启上行 首先告诉大家 开启上行还早 肯定还早 因为现在上方还有缺口压着呢 现在这个横向的走势 估计还要震荡一段时间 就涨一点跌一点 涨一点跌一点 对吧 这是一个魔人的过程 没办法 你不能希望行情一蹴而就 一下就飞上去 或者一下就掉下来 而且从今天市场的整体的板块来讲 咱们看看 今天市场上其实强势的 还是那么几个 基础材料 然后包括今天的消费必需品 今天是走的比较好的 消费必需品走的好 我提一只股票 这个里边有只股票的就是这个COST COST今天它是公布了4月份的销售额 销售额同比增长34% 所以它会比较好的去拉动 整个二季度的增长 二季度的增长 那么现在我们说 所以你看今天这个COST的价格 今天是一个增量往上继续拉 代表着什么呢 其实整个消费股都还是不错的 消费这一块必需品这一块 还是后面无论你是走通胀 对吧 还有之前咱们讲过的 包括保洁 或者要涨价等等 一些各种各样的 这个属于持续利好性的东西 它都是值得你去长期的 在这段时间里面去布局的 COST 比方说你之前捡过仓了 现在还有仓位对不对 它又涨回到前面的高点上去了 你怎么办呢 你仓位不动啊 那前面就不要动了 捡的仓位还剩下的部分 你就不要动了 干嘛呢 净等它的财报出来 它的财报不就是5月份 5月底就要出来吗 对吧 所以现在实际上市场 也是在去往前去赶财报 加上本一期的财报出来之后 很多都是财报出来之后被卖掉 所以你就以原来的仓位 继续持有就行了 持有它就好了 还是耐心的等待 市场可能会出现的回销的机会 但是你看COST其实回销的幅度很小 沃尔玛也差不多 回销幅度都不是特别大 所以你像我的持仓里边沃尔玛 之前减仓的位置 想下方去加回来的地方 现在看起来不一定还加的到 就是它不一定还往下走 但是我有持仓 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 对吧 因为这个就无所谓嘛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思考方向 所以像消费必需品这一块还是不错的 然后金融这一块目前也是比较稳的 都是属于防御型的股票 都是属于周期型 防御型的股票走通胀的 所以都是属于目前有大的资产 他们希望去配置比较安全的 这个安全的意思不是说他们只涨不跌 是指未来以后 如果市场更大幅度的往下掉的情况下 这些股票掉的会少那么一点点 它跌的会慢一点 这是它目前的 你要看待它的一个方向 不是说它只涨不跌 没有什么股票是只涨不跌的 好 所以这是大的一个方向上 OK 简单讲来讲这个 然后我来讲一下刚才 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是我新养的股票 我新养什么股票呢 有一个今天出来财报的 就是LIN 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 今天的财报出来之后 首先说一下这家公司干嘛的 这家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工业气体的制造商 它和我之前 我跟大家讲过其实APD也是 APD也是属于工业气体的制造商 之前我持有过APD APD其实后来一路往上走 也没给再加回来的机会 也算是之前卖的太早了 离开的太早了 但是没有那么多后悔药池 做了就是做了 然后现在市场在变化 市场在调整 我们要去找更多的新的机会 这个LIN我今天看了它的财报之后 心里就比较痒 怎么痒呢 这个财报很好 本季度的财报出的非常的棒 更重要的是 它把整个的2021的前瞻又提升了 它的一个提升就让我感觉到 整个基础材料板块 最近可能大家会觉得 是不是PE都比较高了 往上走的比较快了 但实际上由于它们本身 在盈利能力上的提升 其实PE它是一个同步增长的水平 显得也不是说那么的夸张 这个LIN目前它现在的PE水平 其实也就是比它自己的平均水平 高那么一点点 高的并不多 再加上它QE财报出来之后 把预期整个又上调 之前LIN的财报的 在上个季度还给过一个前瞻的 当时是年度的EPS是9块1到9块3 那么这个一季度财报出来之后 它把它上调到了9块6到9块8 这个和去年同期增长是17%到19% 而且你看它能够把全年的前瞻 持续不断的上调说明什么 这个基础材料在工业气体的需求上 这个确实是在未来的一年 仍旧是一个大上行的一个趋势 但是它的价格 我们就现在按照目前的估值282到309 这个地方282到309它是一个合理估值区间 那么按照它的前瞻的EPS预计 21年的保守估值是在295到301 如果按照激进PE较高的 大概33倍多去估的话 大概能估到322到329 所以这支股票我非常想买 但是由于现在买 你看看这个价格其实跑不出来太多 除非能跑出来到上方的前瞻 激进估值的上沿 大概能跑出来大概20% 20%左右 这是一个极限值 所以这个20%现在去做 你还要冒一点风险 所以我暂时肯定不去追它 但是我会关注它 加入到我的关注列表里边 等它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呢 去到280以下 或者接近280的机会 其实就是可以去做的一个机会 这个link大家记住就好了 它的下一个支撑其实在279288 对吧 如果真的有去到279280这个地方的机会 其实就是一个不错的 可以去布局的机会 因为它现在的PE也不算非常的高 但是成长性和稳定性 非常非常的好 这家公司 然后从265到273 这个价位可能需要市场 大崩一次 它才能到这个位置 否则有可能很难到得了 27到259那就更不用说了 那得出现一次股灾了 可能会 它可能才能够往下走到这个地方 因为它的业绩 非常的清晰 非常的明朗 而且整个的需求非常强劲 所以这是link 让我比较心痒的 然后这个价格 我未来告诉大家了 我有可能会去建仓这支股票的 如果价格能够到下方的 接近280附近的位置的时候 我会去考虑了 好吧 因为拿到以后 你可以大概有一个30%左右吧 到了比如说拿了一年 你可能会有个30%左右的一个涨幅 应该是比较稳妥吧 20到30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所以这是这支股票 OK 这是类 然后再跟大家讲几支 其他公司的财报和点位的问题 SQ SQ财报Q1出来之后 整个的总营收是50.6 比市场预期的33.55 是要高出了不少 但是基于交易的营收业务是9.6 这个是它还有些其他的业务 所以基于交易的是9.6 去年同期是7.58 这个是增长27% 总体上本季度也是实现了一个盈利 它包括每股盈利是0.08 市场是一个预期是亏损状态 但是它实现了盈利 所以表现的不错 盘后微涨了2.16%的这么一个涨幅 那么整个的前瞻上 2021年它认为在二季度 它没有给很远就是给了二季度的一个前瞻 它认为美国政府4月份政府开支 开始支出之后 它旗下的一个APP就是Cash这个APP 预计可以实现167%的一个毛利润的 同比的强劲增长 所以给出来的二季度的前瞻也不差 但是我们知道SQ是属于PE较高的 是属于PE较高的 它还在一个快速的成长和发展期 和PayPal不一样 PayPal是比较稳定的盈利的一个现金流 所以但是SQ这边就有一点点就是摆动 上下摆动的比较厉害 所以当然这也是大家看好它成长性的一个原因了 它也不算是成长股 不属于那种科幻类的成长股SQ 还是属于相对赛道也比较明朗 然后前景也比较好的一个成长股 然后但是它的其他的一些风险 当然经营企业我们知道有风险 特别是它现在正常的业务营收这一块 目前的量和PayPal比还是比较小的 所以它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成长空间 可以这么说 所以它目前的估值是221到276 其实也估不了太高 大概就这个区间 然后支撑200到220 164到188 然后压力是230到240 也是近在直尺的一个价格 所以暂时其实你也没什么太大的便宜可占 这是股票 所以暂时它也是在一个横向的波动区间之内 OK 这就关于SQ 另外还有人造肉 BYND BND这边 它整个的这一次的财报盘后出的很烂 非常的烂 这个财报是净亏损是不及预期的 这个一级度财报里面 实际上营收是一个同比增长11.4% 但是不及预期的1.14亿 就是增长是增长的 但是营收不及预期 然后净亏损这边还放大了 净亏损是2727万 市场预期是亏675万 这个也亏的比较多 亏出了三倍多去了 比市场预期 所以去年同期的时候还有净利润 还有180万的利润 现在就变成亏损了 现在每股亏损就是0.43了 所以目前它仍旧是一个没有估值 前景模糊 然后概念性质比较重的 我把它定义为仍旧是属于成长股 或者是我们说的 暂时可能不太那么靠谱 所以这只股票 大家还是在做的话 你只能按照技术面去做 它的市场推广做的不错 做了很多的合作跟大品牌 但是说实话从市场的销售的角度 从真正的它的营收的角度 财报的角度 远远没有像它自己宣传的那么好 这是数字给我们的一个 更清晰的线路图 所以它给的支撑我给大家 107 126 94到101 然后73到81.8 压力上方两个位置 盘后财报出来之后跌了7% 其实跌幅也不算很小 财报确实有点烂 二季度整个的前瞻是1.35到1.5 同比增长19%到32% 但是没有给2021年的全瞻指引 它说给不了 因为为什么 它说市场特别的不好预测 这个变化很多 所以它给不了全年的前瞻预期 OK 那你就知道它其实自己心里面也没有太多的把握 对于2021年去前年的业绩展望 它是给不出来的 所以整体上偏弱 技术面也偏弱 然后财报基本面也偏弱 然后还有一支股票是昨天的财报 大家一直说讲讲讲我也没讲 昨天看到评论区说讲 今天我把它带一下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FSLY昨天的财报出来之后 大家相信市场都解读过了 对吧 大亏超出了正常的亏损 然后去年同期只亏1199万 但是QE亏了多少呢 亏了5068万 而且首席财务官CFO还辞职了 所以整个一个大离空下来 今天一看 其实昨天盘后就开始跌了 现在你看盘中也没有收回去 27.13% 这个我昨天在评论区贴了一些支撑给大家 今天只是怕有些朋友没看见 我跟大家讲一下 支撑41.4到48 然后32.4到35 17.7到24.4 这个地方才是强支撑 上方这都比较弱 上方的这两个都是比较弱的 好吧 下方才是强支撑 这个强支撑大家一看估计心都凉了 42块钱 下面支撑在17.7 24.7 没办法 它的重码就是这样的 现在非常的松散 所以存在很大的一个技术面的风险了 所以对于这样的成长股 大家还是要自己要掂量着办了 你对于它的期望值和你的本金投入 盈亏比上自己要想好 该止损该离场的时候 你就别干嘛 你别心软 对自己要狠一点 有的时候要狠一点 有可能你割完之后 它又涨上去了 涨20个点 但没用 它离你最终的你的解套的区域 远了去了 对不对 你远了去了 你拿的越久 其实你每天都是在上面受煎熬 因为它什么时候业绩转好 你是根本不知道的 暂时你没有办法预计出来的 好吗 所以这是对于FSLY的一个看法 OK 很多的股票 今天的成长股其实也是一片血红 红的还是比较吓人的 你看这整个下来 我这里边把成长股更多都列进去了 所以市场对于成长股的偏好 仍旧还是在杀跌 那杀跌现在目前随着指数 在今天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起稳 咱们看一看 它这是一个温水主青蛙 因为有的走势是这样的 就是反弹一步 然后退两步 一直退到极限 退无可退为止 很多时候走势是这样的 所以再加上明天还要出飞农 明天还有一个飞农数据的刺激 看看明天飞农 能不能给市场带来更多的一个利好的消息吧 如果市场飞农出的比较烂 那估计市场可能还得往下掉 希望明天飞农是出一份好飞农 因为最近飞农说实话 飞农的前瞻上我看了很多次 包括跟ATP的数据对比了很多次以后 我现在对于飞农的分析师的前瞻 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经常是跟前瞻不太一样 也不知道这数据什么编制的现在 搞不清楚 所以现在我也不做任何预测了 对飞农到底好还是不好 明天看吧 明天看看飞农到底怎么样 能不能给市场带来一些生机 好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 那咱们就下期再见